欢迎大家来到环球网校 下面我们学习2022年高级经济史 台证税收专业知识与实误 预习班的第九章纳税检查 纳税检查的考课的原文在线 我就不给同学们念了 就告诉同学们一句话 实际上纳税检查并没有多少新知识 就是前面我们学的税法的相关的知识 把企业的相关的纳税情况 与税法的规定进行比较 如果和税法的规定一样 那就说明你没有问题吗 如果和税法的规定不一样 这就说明你有问题 所以我就检查出来你的错误了 这就是纳税检查 其中纳税检查呢 涉及到了一些会计学的基本知识 例如 对会计评证账簿报表进行检查 那你是不是最起码要知道他们是什么吧 还有 还有 纳税检查有错误了 是不是要改过来 那涉及到纳税调整的分路 它是要求以会计学的为基础的 如果你一点点会计学都没有学过 那对调整分路 你学起来就比较痛苦 实际上我也知道 真正考纳税检查的调整分路的概率 特别是对高级财税来说大不大 比较低 然而一旦考到 这个就非常非常可怕 容易 得个零 剩下的各种各样的纳税检查 主要的是对照着我们前面的增值税 消费税 企业所得税 在20年和21年的本章 纳税检查都没有命题 然而 它那个样题里面的有纳税检查的题目 很简单的 出一个实际税的题目 然后呢 看看 稍待着 让你回答一下有关纳税检查的内容 后面我会结合着21年的样题呢 给同学们出一些有关纳税检查的题目 但并不代表着它不考 虽然前两年没有考 虽然它不是重点 有可能在其他的案例分析题里面出一小问 在纳税检查呢 我只给同学们讲解纳税调整的基本方法 也就是账务调整的基本方法 对于账务调整的基本方法 同学们只是有这么一个概念就可以 你不用担心说 按老师我从来没有学过会计分路 这些会计分路我根本不会写啊 实际上 用不了多少会计分路 你最重要的是记住 资产增加既在借房 资产减少写在贷房 收入写在增加写在贷房 减少呢写在借房 我们只涉及到收入增加写在贷房 成本费用增加写在贷房 成本费用减少写在贷房 在于是负债增加写在贷房 负债减少写在贷房 我刚才说的这个是填写啊 编制会计分路的最基本的原则 后面在金奖班里面 我会给同学们出很多的账户调整的 会计分路题目 这也属于教材的基本内容 你照猫画虎多写上几遍 有的时候 那老师我就没有会计学的基本知识 你让我怎么办 不要担心 我给你出赏 绝对不会超过十个会计分路 你就把这十个会计分路背一背嘛 把它当成简答题背一背 这就足够了 考试啊 考分路的概率不大 万一考到了大概率事件 是从这些分路里面出 好了 下面呢 我们就看账务调整的基本方法 首先我们要明确 账务调整的基本方法 包括红字成销法 补充登记法 还有综合的账务调整法 什么叫红字冲销法呢 就是用红字来表示 我这些内容先不给同学们念 先给同学们看这么一道题目 2020年的1月 对某商业批发企业 2019年的企业所得税 进行纳税情况的审查 发现该企业销售商品的成本 多截转4万元 若该企业2019年度的 年度决算报表 尚未编制 请编制多截转成本的调整分路 很多同学他没有基础 所以对这句话呢 理解不了 销售商品的成本 多截转4万元 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我们把商品卖了 要把库存商品 截转为主营业务成本 然后企业写了个错证 企业的这个错证是什么呢 他写的是借主营业务成本4万 代库存商品4万 这是企业的错误的会计分路 这个分路的意思表示的是 当一个企业把商品卖了 从仓库里拉出来 当然是库存商品在一项资产减少 资产减少写在贷房 同时呢 我们要把它截转为期间费用 主营业务成本 相当于它的费用类的科目 增加写在解房 但它是错的 这四万的成本在不在呢 这四万的成本压根就不在 压根就不在 很简单呀 我们把它给减掉不就行了吗 所以我们写一个一模一样的 借主营业务成本 代库存商品 一个一模一样的借贷的科目 唯独的是把它用成红字 在账簿上 例如我写个主代表 主营业务成本 它在G2方有个四万 但是这个四万是什么错的 我想把这个四万错的给消掉 给纠正过来 怎么办呢 我再减去个四万不就行了吗 但是在账簿上 错账的我们 负号用什么 红字来表示 所以给他起了个名 叫什么 红字冲销法 先用红字冲销原错误的会计分路 再用蓝字重新编制正确的会计分路 重新登记账簿 红字冲销法适用于会计科目用错 即会计科目正确 但核算的金额实际上是多记了 他这里是用的错误 这种错误指的是多记了 多记了我们 把它给减掉就可以了 一般情况下 在及时发现错误 没有影响后续核算的情况下 我们多用红字冲销法 实际上我这里用主营业务成本 三个字不一定 他这里给我们加定了好多的限定条件 他是在没有编制上一年度 2019年度的决算报表前 发现了这个错误的 所以他可以直接调整上年度的账 如果是影响利润的错误的话 我们还要调整本年利润科目 这里只是给同学们大概展示一下会计分路的编制 所以我们不做过多的解释 他不一定是主营业务成本 看什么时间发现的错误 如果是发现以前年度的 实际上他要把损益类的会计科目 替换成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那现在要想给同学们展开 那就要先告诉你什么是损益类的会计科目 这个就比较痛苦了 然后还要告诉你以前年度损益调整是什么 再有为什么要调整本年利润 这个比较麻烦 大概体会一下 这个分路怎么写就可以了 补充登记法很简单 就是扫记了 怎么办呀 我把这些金额给补上 扫记的这些金额给补上就可以了 通过编制转账分路 调整金额直接入账 以更正错账 它适用于漏记 有一个业务 你扫记了 那我补上就可以了 或者说是有错账 会计科目及其方向是正确的 但核算金额小于应急金额 少计了多少 你就补上多少 例如 奔到题目吧 主营业务成本 假设应当是40万 结果呢 孙老师我作为一个会计 马大哈 我就把主营业务成本 写成了4万 那很显然 少计了多少 36万 我写个一模一样的 我把少计的这36万 补上就可以了 这就是补充登记法 而最难的是 综合账务调整法 综合账务调整法 这123给你念起来呢 就比较抽象 综合账务调整法 用比较通俗的语言来说 那就是 正确的保留 错误的给你改过来就行 错误的也是 先让它消失 让它消失 除了用红字来表示之外 实际上呢 把它的方向 弄成相反的 例如 错证上 它是在代方 那我把它写在借方 就相当于它消失了 如果是错证上在借方 我把它写在代方 就相当于 原先的错的这个会计科目了 消失了 而正确的那个会计科目 方向 金额 我们继续保留就行了 综合账务调整法 将红字冲销法 与补充登记法 综合运用 一般适用于会计分路 借方 代方 有一方 出现了会计科目用错 而另一方呢 会计科目没有错的情况下 正确的一方就不调整了 错误的一方 用错误的科目 所谓的转账调整 就是把原先的借方 调整的代方 原先的代方 调整的借方 然后使用正确的会计科目呢 来补上 综合账务调整法 主要用于 所得税的纳税 审查后的账务调整 如果涉及会计所得 可以直接调整 本年利润账户 对于影响上年度的所得 可以直接调整 以前年度损益调整账户 这一句话 不给同学们 做过多的解释 简单来概括 如果是发现了 本年内 某一个年度内 发现了以前 月度的错误 用本年利润账户 来代替所有的损益类的科目 如果是 发现了 上亿以前年度的错误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用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来代替所有损益类的会计科目 由于 对于初学的同学 你不知道什么是损益类的会计科目 所以呢 这里就不给同学们浪费时间了 你就大概 理解一下 看一下 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就行了 看这道立体 货物销售输入是 一万元 销项税是 一千三百元 款项已经收到 企业的会计分录为 借银行存款 一万一千三百 贷其他应付款 一万一千三百 这个会计分录是错的 因为你销售了货物 要不要 核算 销项税 应交税费 横杠 应交增值税 括号销项税 它是一个负债的增加 它是要写在代方的 我们卖了东西 有销售收入 销售收入增加 销售收入增加 也是要写在代方的 它要求你会写一个正确的会计分录 正确的会计分录 在基本原理里面 我试图给同学们讲过 我们卖东西了 当然就是销项税 不但要向对方收取货款 而且还要收取税款 所以是借银存 就是那个银行存款 一万一千三百 然后呢 我们要确认主营业务收入 收入增加 主营业务收入增加 写在代方一万 代有就是销项税了 销项税会让我们去多交税 负债增加 负债增加写在代方 所以是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括号销项税一千三百 我们把这个正确的会计分录 和这个错误的会计分录相比 哎 他是正确的 他是正确的 我们就不动他了 他是错误的 我们要把它变没 我们怎么把它变没呢 接转 方向相反 他那代方 把它写在借方 就是把它变没了 所以是借其他应付款 借其他应付款 一万一千三百 而错误的会计分录上 有没有这两个 没有 没有怎么办 没有把它给补上 补充登记嘛 他应该有 但是呢 错误的没有 没有补上嘛 所以补上 代主营业务收入 代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括号销向税一千三 正确的会计分录 你要写权 应交税费横杠 应交增值税 括号销向税 这就OK了 但 不一定是主营业务收入 如果是发现的 以前 阅度的 错误 要用本年利润 来代替损一类的 会计科目 如果是发现的 以前年度的错误 那要用以前年的损益 调整 来代替主营业务收入 再给同我们来到题目 在检查某企业时 发现企业当期 将一笔属于生产 功能的职工福利 劣质的费用开支 五万元 进入管理费用科目 企业账务处理为 这个不是 管理费用 因为是职工的福利 所以应当是应付职工薪酬 借管理费用 代银行存款 这个是错的 是吧 这个企业的账是错的 那正确的 会计分路是什么 正确的会计分路 应当是 借应付职工薪酬 因为我们给职工 发了这个福利了 所以呢 企业的负债就减少了 负债减少是写在界方的 所以正确的会计分路是 借应付职工薪酬 职工福利费 是五万 贷的是什么 银存嘛 是吧 哎 银存 五万 那 他是保留的 因为这个贷方银行存款 是正确的 所以要保留 这说明有了 然后管理费用是不存在的 管理费用是错的 我们要把它变媒变媒怎么变媒呀 由借房写在贷房 然后借应付职工薪酬 横杠 职工福利费应该存在 结果呢 他没有 怎么办呢 补上 所以最终的调整分路是借应付职工薪酬 五万 带管理费用五万 这个分路就是这么来的 没有任何会计学基础的同学 他当然不知道什么是应付职工薪酬 我这里刚才给同学们讲解的时候 还加了个二级科目 应付福利费 其实没有必要写二级科目 完全可以像给同学们这个分路一样 如果是月度结算以后发现的调整分路 就不能够是他了 就不能够是借应付职工薪酬五万 带管理费用了 因为在这个调整分路里面 只有管理费用是损益类的会计科目 我们要用本年利润来代替这个 损益类的会计科目管理费用 如果是年度结算后发现的 所谓的年度结算后发现 就是我们发现的以前年度的错障 这个时候就要把损益类的会计科目管理费用 用以前年度损益调整来代替 再给同学们安慰一下 这一张本身就比较尴尬 没有会计学基础的同学 你没有听懂 千万不要担心 慢慢来 在京讲班里面 我有充足的时间 让同学们有 不会 会能够写出这些调整分路来的 万一考到了 多多少少 你可以写上那么几个分路 你放心 高级财税的评分标准 特别松 其他财快的考试 特别是会计师考试 如果你一个分路当中 某一个会计科目错了 或者说是某一个金额错了 这个分路全部错 但高级财税不是 对一个分路就给你一点分 对一个分路就给你一点分 所以你完全没有必要担心 并且纳税检查 考到的分值 绝对不会太高 并且大概率事件 这个调整分路 考的概率啊 是很低很低的 所以同学们完全没有必要担心 好了 同学们纳税检查呢 预期班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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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